听说佳琪非常喜欢表演 尤其是你的歌声 非常的优美 今天有机会哼两句吗 好啊 就小试一下吧 I had a dream I got everything I wanted Not what you think And if I'm being honest It might have been a nightmare To anyone who might care 佳琪平常有在训练唱歌吗 你几岁开始就喜欢 从国一开始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会在浴室里面练唱 那你以后会想要 往演艺圈来发展吗 想 怎么说 就是想要朝韩国那边的K-POP那种歌 听说你非常喜欢韩国的演艺圈 对 以后是目标要当一位练习生 然后成为非常当红的艺人 那说到韩国的话 我就要跟你介绍一位 他是来自韩国的普恩玉 他跟先生是在法国相识的 两个人谈了恋爱 结婚之后回到先生的故乡 云林麦寮 结果他们就发现 麦寮的人口外流非常地严重 于是普恩玉 他就用家传的手艺 腌制韩国的腌制菜跟餐点 夫妻俩在麦寮经营 韩式料理货柜屋 现在这个货柜屋 还成为网美朝圣典 成功让更多人认识云林麦寮 白色货柜屋里粉色西装黄 亮眼又温馨 营业前的准备工作 得仔细确认再确认 今天六点有机会 对 不到中午时间 市途老马赶紧来卡位 要来用餐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的菜单 刚送完菜单 转身进入厨房 开启备餐模式 来自韩国釜山的普恩玉 汉先生 云林二轮子弟李建廷 在不大的厨房空间 夫妻俩和助手各司其职 谁也不会干扰到谁 咖啡是 你这个要一颗吗 还是 全部 全部 这样切一下 李建廷这边忙着切萝卜 普恩玉那一头 则是要赶紧准备小菜 三年前 夫妻俩在云林麦寮 开了这一家韩式料理小店 韩式料理少不了的小菜 就是普恩玉一道道 亲手做的 因为韩国人喜欢吃饭 喜欢吃配东西 我们比较想要放红酒的东西 小小的 一点点咸 就是 吃一种 吃很多豆包 很咸一点点腻 所以我们想要很多种 一起吃配饭 新奇 腌洋葱 辣豆芽菜 还有红彤彤的辣章鱼 普恩玉说 韩国小菜的种类多到数不清 几乎什么菜都可以做 她也就地取材 把青江菜做成爽口的小菜 因为这里是云林 我们的朋友很多种菜 所以有时候他们送给我们 新鲜的菜 所以我菜很多的话 我做好菜 我做小菜 还有台湾消费者接受度很高的 韩式海鲜豆腐堡 也是这里的点餐绿冠军 猪絞肉和洋葱先爆香 再加入普恩玉私房特调的 韩式辣酱 里头不少气地加入满满的 海鲜料 比韩国大一号尺寸的锅子 要让台湾消费者吃得更满足 去韩国吃豆腐堡的话 没有很多汤 因为比较小的配饭 很像可以很多小菜一起吃 加豆腐堡的汤 很像饭饭的感觉 我觉得台湾人喜欢喝汤热热的 所以我觉得 台湾人的口味跟韩国的口味 有很像的东西 要不是普恩玉和李建廷 想在云里麦寮 吃到道地的韩国料理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原本只是单纯上班族的普恩玉 想追求兴趣把工作辞了 到法国学红酒知识 学生化与生意工程的李建廷 工作也遇到瓶颈 想改走餐饮 特别到法国学厨艺 念语言学校时 缘分就这么奇妙地 把两人牵在一起 我没有看过他的脸 但是我听他是怎么的人 因为我朋友跟他的一样的同学生 他说我们有一个台湾人 很好笑什么什么说 我已经听过他怎么样 所以我以后我跟他一样的同学的时候 我跟他 我觉得他很冷静的人 李建廷的热情 掳获普恩玉芳心 普恩玉也跟着爱相随 来到先生的故乡 李建廷说想开餐厅 而且就要开在自己的家乡 觉得卖了一开始人蛮多的 就是他是云林的第三大人口 对 就想说在这边开一间 亲子咖啡店 小店一开始就卖咖啡和韩式三名制 只是丰满的理想 立刻被拉回骨感的现实 我们看了很多韩国的咖啡店 我们就是有抱着那种 那种憧憬去开这间咖啡店 可是最后发现跟我们 一开始想得不太一样 因为亲子这个东西来的话 在乡下还是比较没有那么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 第一个礼拜我们想说 我们应该可以开到晚上11点半 可是开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累得不行了 但路都走一半了 这时候怎么可以打退堂鼓 李建廷提议 不然就改卖韩式料理 这一开始可让蒲文玉紧张到不行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就你说什么 你开玩笑 你觉得我太简单了吗 我可以 你说我可以去这个吗 我就觉得这样 慢慢慢慢来以后 我知道它的认真 很真心的感觉 你是真的有想要东西 我配你 这里是全台最大的蔬果交易市场 云林西螺果菜市场 要找什么食材应该都不难 蒲文玉和李建廷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要找它 这间白菜蛮漂亮的 对 好可爱 对 你这样 谢谢 进口的韩国大白菜 是蒲文玉坚持一定要找到的食材 用它来做韩国新奇才对味 大白菜有生产季节 还得远从韩国运送过来 一路保存可不容易 为了确保品质 蒲文玉总会要求切开一颗 看看菜里面的状况 看一下里面有黑掉 看一下这个的 破 薄 薄比较好 因为这个泡盐水的时候以后 比较脆脆 放久一点不会太软掉 所以这个大白菜 鲜大白菜很重要 不只是韩国大白菜 还有很多生菜 也是蒲文玉想要的 这个是火焰 不是红卷的 不要给他拿来 就像这种生菜 这种的话 这个平常在菜市场 都看不到的 对 大哥他都有 这种水根的 就像我们在吃 韩国的烤肉有没有 会包的那个生菜类的 大哥这边都有 虽然批发市场 已经是种类繁多 但有时候找起来 还是卡卡的 直到遇到同样是年轻人 菜商二代成全员 他懂现在餐饮业的 步调与需求 和李建廷一拍即合 只要讲得出来 他就找得到 以前来讲 应该是说吃粗肉 要吃粗肉 现在的人要吃咖 要吃得好健康 又想要有美观 像他们要的进口大白菜的话 我们就是找贸易商这边进口进来 然后我们会跟他批回来 对 然后再服务给我们的下游 就是餐饮业者这样 大白菜洗干净后 就可以开始制作新奇 这是韩国海盐的盐 因为这个 比较不会苦苦的 我比较喜欢粗粗的盐 因为这个泡水 以后它们比 大白菜不会太软掉 经过海盐软化的大白菜 静置三到四个小时 就可以进入重头戏 白萝卜 洋葱 韭葱 韭菜 和腌制泡菜的灵魂辣椒酱 就是让韩国大白菜 变身鲜红美味新奇的秘密武器 每一夜 均匀地磨到 变好吃 可以放酒 不会太软掉 脆脆的口感 在韩国有国民美食之称的新奇 是韩国独特的饮食文化 甚至几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 腌制新奇的独门配方 也是韩国家庭 每年的重大活动 通常都会全家一起帮忙 妈妈每一年一次就泡菜很多 所以她工作很多 所以一定要帮忙一下 很多女生儿子女儿也是帮忙 帮妈妈 小时候我很想要帮妈妈 妈妈觉得我帮到忙 所以你住旁边 你住室就好 但是这个妈妈的味道 一直到她到法国念书 却成了魂牵梦营的滋味 也在这时候才开始学着 自己动手做 我家是海边旁边 所以我们家的泡菜里面 有很多 很重口味的鱼肉 虾子 生的虾子 有很多海鲜进去里面 这里是 有人不喜欢海鲜的口味 所以我一点点变盖 要发酵酝酿出好吃的新旗 温度和时间是关键 不问欲说 新旗是韩国人生活 很重要的一部分 很多人家里都会有两个冰箱 其中一个就是专门来发酵 以及储存新旗 但是在台湾就得靠经验 来掌握收成时间 在台湾很热 便宜一点点很容易发酵 所以很快一直走 放冰箱放冰箱 天气的问题 所以我们每一次做少少 所以买完的时候做 另一头学法餐的李建廷 也得做出贡献 结合韩式元素和丰盛的海鲜 端出霸王海鲜意大利面 我就是为我加一些 韩国的元素进去 辣椒粉 泡菜 混合我们就是西餐的东西 你的来了 今天很好吃 餐点一上桌 常常就是手机先吃 经过调整菜单的小店 现在成了云林卖寮地区 王美朝圣景点和人气美食 许多人都是从外縣市 特地来尝鲜 我是特别来吃 我基本上一个月会来吃一次 我在台中比较少看到 对 我知道老板 他特别在意大利面上 有做调配过 所以它的味道 平衡感都特别好 特地从彰化路感过来 然后是在朋友的粉丝页上 看到他来这边吃 我们就觉得东西看起来很厉害 然后就来吃 吃了也蛮 我们就觉得蛮好吃的 所以就是 偶尔一个月可能就来给你吃 当然最褥獲人心的 是普恩玉的正宗韩食料理 味道很够又很辣 会很想念再来吃 我几乎每次来都是点豆腐宝 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夫妻俩一开始从做新奇起家 开店时还刚好遇到新冠肺炎 最严重的时候 客人进不来 他们就靠料理包满足掏客的胃 挺过那段时间 现在才步上轨道 到时候有订单的时候 陪我坐到三 四点 我们装罐装到早上 看到太阳也都有 我想要做什么 他都是全力的支持我 这样子 帮家乡就是 不敢说很大的梦想 只是就是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 来认识云林 我朋友说云林真的乡下 我说乡下很好啊 放松啊 一点点很 很什么 没有住室的感觉 空气好什么 感觉这样 我来第一次 第一天第二天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一直哭 我真的住这里吗 因为他一直 旁边没有东西 全部甜 但是我很爱他 我帮他 你是谁 爱情的力量 足以让人去适应 一切的不适应 现在夫妻俩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餐厅不忙的时候 就是一家人最温馨的时刻 用美食改变家乡 用实力翻转地方价值 是夫妻俩的心愿 期待有更多返乡青年一起加入 为家乡注入更多活力 好 OK 我们玩